羅之良 我剛才跟他拍完另一部電影 我是做一個心理醫生 接觸鬼魂的一部電影 我發現他是越來越嚴肅 他是一個絕對不懂得搞氣氛的導演 我覺得他是 在新一代的導演 他是很有潛質 很承諾 我覺得他應該是 黃家衛他們那一批之後的另外一批 在外面 海外方面會有希望的導演 你會見到我現在已經跟他拍了第三部電影 我覺得他在技巧方面是越來越成熟 不過我希望他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做導演 我當導演的時候 我令到在現場所有的組織很開心 演員都很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他還未做得好 我越來越喜歡拍別人 反而拍戲我會更加少 以前我一年三部 我現在盡量希望一年一部 或者只是遇到好的人本身拍 反而我現在很喜歡就是希望去拍別人 以我以往過去的經驗 還有希望有一班好的班底 我第一部將會拍的就是 應該是明年三月開始拍的 就是Sylvia 即張艾佳的電影 就是我做導演拍張艾佳 我想其實因為 其實去年我剛才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打算拍少一些電影 然後盡量去做幕後的事 無論在拍戲方面也好 唱歌方面也好 但不知為何現在有很多提供 明年有一些幾好的戲 有些劇本我對他們幾有興趣 如果說幾有興趣就有兩部 所以我盡量希望幾樣東西都兼顧 但我不迫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盡量希望就是 就是喜歡看我的戲 都覺得是 他應該是拍部這樣的戲才會做 或者唱歌也是 不是說一定要三個月或半年會出一隻碟 盡量去把一些好一點的東西送給大家